第二階段 我来介绍四位中南级来宾 第一位 前台大法律学院教授 陈志龙教授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 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 赵天宁委员 大家晚安 第三位 郭嘉峻律师 大家好 第四位 中华大学副教授 曾俊炎教授 大家好 我想在进行政治反应前 还是强调 国家认同独立公投 我们会不断的做论述 所以过去 军中是礼拜四 是举光日 我这个节目 礼拜一 叫做台光日 谈国家认同 这个独立公投 很多人说台光日 不习惯 说久就习惯 叫久就习惯 台光日 我们今天谈公共政策 我们周围会谈文艺复兴 我今天主要是谈 应该说三者一起谈 诗改 经改 税改 我每个礼拜 一定播出时间 至少两次三次来谈这一题 诉求非常清楚 因为天宁跟我同样宗教信仰 行公义 好怜悯 纯谦卑的心 与真理同行 昨天我们晚上有个研讨会 纪念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 我还特别引用马丁路德的话 暴力 不会带来益处 但是我们要穷就真理的力量 追求和平 我觉得这句话做最好的注脚 今天有个国际大事 美国总统川普 石敬秀那句话 You are fire 有可能 通俄门 跟伊朗门 跟水门会一样吗 不要低估这个新闻 正如报纸所做的标题 这正是我们台湾最缺乏的 请看这个标题 特别检察官权力大 总统也低头 我们是总统权力大 检察官也低头 都要斗病 这是要好检讨的 你看这个 非常严重是 川普的外交顾问认得罪 这下麻烦了 真的非常麻烦了 为什么要用川普呢 其实川普还撞了改革 大家忽略了 我把它点出来 11月初 最近 高盛公司说 美国的税改如果溃败的话 标普500 至少跌5% 你看 税制改革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 台湾依然 同时 张奥胜董事长 你帮你照 出包 张奥胜现在满头包了 台湾是如此的 在施改 金改 税改 是如此的封闭 我要特别引述一位 叫做李有为先生的 美国财务分析师 纽约 他特别针对 赵峰案 华南涉及洗钱案 我把这三个重点标出来 等一下大家一起来讨论 一 台湾 管理阶层的态度 至关重要 赵奥胜总统长说 护了协会无期 就庆差公共 给大家争效 第二 环维杜鉴过程 胜于洗钱事实 第三 全面体检 迎接挑战 我要再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说过我们这个节目 是吧 施改 金改 税改 一体之三面 三维一体 我们希望从三个角度来 不同的来切入 来 我们这个 谈到这个税改革的 Chair首席 来 志文老师 你今天没有带龙虾 跟带鲨鱼来 今天 下回会带另外的 这个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税改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税 解释令函 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解释令函 自己也有可能互相抵触 有时候 这个有利益人民 他就不用 然后不利益人民 他就偏偏用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就回到昨天 就是1517年 10月31号 到昨天刚好是500年 这是Martin Luther 他的所谓的reformation 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提供我们很多的想法 那昨天主持人也有参议 这个很多的这个节目 这个其实这个是提升台湾的 这个人的这个认知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税改 私改 或者是经改 他其实牵涉到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对于人的认知 还有公平正义的问题 还有所谓的窒息的问题 那在马丁路德 在这个500年前 他提出了这个95条的这个 Tether 就命题 那这个是言文版的95条的命题 那这个用拉丁文写 那我们当然知道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点 第一个问题点就是 我们牵涉到 谁重谁轻 谁为核心的问题 在基督徒里头 在500年前 这个罗马神圣罗马帝国 他就是以代理人他为主 所以他颁出了很多的一些想法 那其实还有赎罪见 然后透过这个赎罪见的问题 来扩大他的这个征收的这个财产 那这个东西最主要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点 职的问题 宗教 他的职呢 是在哪里 就是职呢 按照路德的概念呢 他说认知 所谓的耶稣基督 是直接来认知 而不是透过代理人来认知 那至于所谓的 这个教皇 或者是他的组织一些系统 所颁布的东西呢 其实这些东西 都不能够 说是真的代表 这个直接可以认知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 95命题呢 提供我们什么样的想法 就要直接认识耶稣基督呢 要直接认识圣经 所以他欢迎了圣经 那同样的 这个直的问题 然后再来才有量的问题 我们不会因为后面呢 这个教皇呢 或者颁布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呢 我们就因为他量多 就认为他是对的 那我们回到直跟量的所谓确定 现在我们从法力来讲 我们练法力呢 最主要的问题是人钱 第一个就是献法 这个是母法 再来法力 再命令 这个是大家讲这个直的认知 就是献法 法力命令 可是现在我们的解释令函呢 是这个直的问题 应该是命令是最低的 解释令函是最低的 可是解释令函呢 现在多达到九千多折 而且杂乱如章 互相抵触 那解释令函呢 变成国税级解释令函是老大 倒过来 那法力呢 被他压在底下 献法人钱呢 都不重要 那这个就是跟路德当时的讲法一样 大家不直接认识耶稣基督 直接由圣经来认知 最重要的是 最核心的是圣经 那我们最核心的是献法 那法力也是很重要 可是他现在切把解释令函呢 提升到最高了 所以这个原则解释令函 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就是 但解释令函的值呢 它其实是最低的 所以现在用值压过 现法 所以这个东西是 做一个体系的一个倒错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人民呢 要透过险棘 透过立法 行政 施法 最主要就是人民要快乐 但是你要交税 也应该要交 所以这个在 这个路德 这个九五命题里头呢 他有提到 这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税呢 是要符合人民的需要 满足人民的需要 这个为最重要的点 而不是呢 脱底人民 这个就在他的第46条 这个命题的第46条 46条就是说 所谓的税呢 就是要满足人民的需要 这是德文版的 这个46条 就是这个税呢 基督 我们要跟基督学习 他的所谓的税呢 应该呢 来符合人民的需要 然后其他呢 不能够用赎罪件 来扩张 然后这个东西 赎罪罪 如果用赎罪件 是违反神会生气的 那同样的问题 我们征税呢 其实是要救济贫穷 而不是就达成税率的 自己的西药 这样谁会生气 天会生气 正义会生气 所以这点呢 提供我们很大的想法 所以我们知道 应该要整个来讲 其实宗教的 所谓的改革 跟税的改革 其实道理都一样 就是要让人民快乐 要符合西药 食药确定 要恢复正常的秩序 而不是一个乖肠的秩序 好 谢谢志荣教授 非常精辟的破题 我要介绍 黄敬杰教授 为了争取纳税人权 付税人权提出 税捐法定主义 我想等一下请律师来解读 什么叫税捐法定主义 第二本 我这个节目一定要极力提倡的 我们过去从来不重视的 人权 纳税人权 付税人权 纳税者的权力保护 包括纳保法问题 第三 我们呼吁 公民教育 顾大家重视 为权力奋斗的纳税者 马丁路德 坦白讲 教房的赦罪券 叫做变相加税 巧利明目变相加税 用骗取的 那么马丁路德在500年前为权力奋斗 我们当代人怎么做呢 在黄俊杰教授的破题里面 我要特别引述 他引用联合国两公约 强调请入境 纳税者为权力奋斗之宪政价值 我们不要讲抽象的付税人权 这抽象观念 但是宪政价值 因为赵天宁委员非常重视 付税人权宪政价值 最近赖兴德院长提出 预约法律授权定定过多管制规范的 韩式应该废止 我们请一位立法者以及一位律师 来解读好不好 先请委员 韩式的部分 刚刚陈教授讲得很仔细 就是他不能够在宪政之上 更不能在法律之上 更不能在宪政之上 可是现在实行起来是这样子 我先讲正面的好了 不要说好像都没有这个正面的例子 他也有保护人民权利的 所以赖清泽讲的是两个 你侵害人民权利的 韩式你要废除 但是有一些可以用韩式来增加人民的 福祉的你可以去韩式 这一点我赞成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登革热防治 在高雄是个大议题 这几年好一些 两三年前那个是大流行 那个时候我们的劳工 大家都没有办法想象到说 我们一个人发生了登革热 那附近都必须是全盘去检查 甚至是你要强制开门 让检疫人员进去 可是公务人员可以请假 可是劳工你不能请公假 公务人员可以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说可不可以用传染病防治法 然后让劳工也可以请公假呢 很抱歉 那时候法律的修正里面 登革热并没有列在 这样的传染病里面 所以变成说不公平的 公务金完也当请假 然后去开门配合防御人员进去 可是这个劳工不行 那个修法比较慢 它还要一个半年一年 可是我们疫情就是在那个阶段 所以那个时候需求恐急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我们的践行之下 卫福部跟劳动部 特别是劳动部 他就发了一个函事 他说这样的一个传染病 基本上是应该符合 就是说可以 就是说这个传染病的这样规模 所以请各级单位的劳工 请假的时候 你都必须予以公假 这是好的 因为它是增加人民权利的 可是限制人民权利的有没有呢 也有 我举个例子 我一定要把它念一次 他说财政部92年3月17号 台财税制第0920451126号令 我这个就被搞死了 我一定要把它念得很仔细 他号令的就是说 他自己发明说 不动产公司 专营 专门经营的专营 专营金融机构 不良债权收买业务 这听起来其实就是一些 做得已经比较边缘化的 这样的一个 站在黑白社会 灰社会里面的这样的人 他如果专营这业务的人 他可以就是说 免征营业税额 这就是刚才程教授讲的 他是法律规定之外的 他把它扩大解释 扩大解释之后 这产生什么情况 承接了他的这一个 不动产的人 他基本上就把它视为 是另外一种样态 他不是纯粹的交易 所以他的价金就比较大 所以他就要补税 可他认为说不对 你移民就是买房子给我 你这家公司 你当然就是 我们就要相关的磕税 你要付一些 我也要付一些 可他说不是 我这个韩令 我是不动产 专营金融机构 不良债权的 反而去帮这些人 找出了一个逃税的科目 这个是不好的部分 刚刚讲的是还有韩式 我跟大家讲 连韩式都不用的 我们的国税局 有些税务单位多厉害 还有包括海关 我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个农药叫做辅济浦 埋浦的浦 济东西的济 普通的浦 这个是一个农药 他们长期进来以后 都是按照税则 这个38章是免税的 虽然是免税 但是因为他是把它视为农药 所以你知道 他虽然没有办法缴税 他没有缴税 但是是要经过农委会 层层把关 他才能够进来 因为他要取得 三个以上的证兆 因为他是农药 可是你知道我们的海关 他就是为了5%的税 他自己定义 他也没有找专家 学者什么开会 他连韩式都不用 他就说这不是农药 这是原料 你的农药还要进来 他才沾另外这些东西 用下才是农药 所以请你转到29章 他为了什么 5%他要抽5%的税 好 那这下情况之下 出了什么问题 他就不是农药了 大家记得 就是一个海关的承办人 他就可以认定 你不是农药就不是农药 之后 他三个证兆都不用请了 他直接大喇喇的 就用非农药的原料 就进来 然后只是为了让你抽 那5%的税 结果 我们的那个 所谓的农药就门户大开 逼得农药也会 拜托说这不行 你这样却我的农药的整个 医药都变成纯粹原料进来 这样的一个传染病 基本上是应该符合 就是说可以 就是说这个传染病的这样规模 所以请各级单位的劳工 请假的时候 你都必须予以公假 这是好的 因为它是增加人民权利的 可是限制人民权利的 有没有呢 也有 我举个例子 我一定要把它念一次 他说财政部92年3月17号 台财税制第0920451126号令 我这个就觉得被搞死了 我一定要把它念得很仔细 他号令的就是说他自己发明说 不动产公司专营 专门经营的专营 专营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收买业务 这听起来其实就是一些 做的已经比较边缘化的 这样的一个站在黑白社会 灰社会里面的这样的人 他如果专营这业务的人 他可以就是说免征营业税额 这就是刚才陈教授讲的 他是法律规定之外的 他把它扩大解释 就扩大解释之后 这产生什么情况 承接了他的这一个不动产的人 他基本上就把它视为是 另外一种样态 他不是纯粹的交易 所以他的价金就比较大 所以他就要补税 可他认为说不对 你移民就是买房子给我 你这家公司 你当然就是我们就要相关的科税 你要付一些 我也要付一些 可他说不是 我这个韩令 我是不动产 专营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 反而去帮这些人 找出了一个逃税的科目 这个是不好的部分 刚刚讲的是还有韩氏 我跟大家讲 连韩氏都不用的 我们的国税局 有些税务单位多厉害 还有包括海关 我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个农药叫做辅济浦 埋浦的浦 济东西的济 普通的浦 这个是一个农药 他们长期进来以后 都是按照税则 这个38章是免税的 虽然是免税 但是因为他是把它视为农药 所以你知道 他虽然没有办法缴税 他没有缴税 但是是要经过农委会 层层把关 他才能够进来 因为他要取得 三个以上的证兆 因为他是农药 可是你知道我们的海关 他就是为了5%的税 他自己定义 他也没有找专家 学者什么开会 他连韩氏都不用 他就说这不是农药 这是原料 你的农药还要进来 他在沾另外这些东西 用下去这是农药 所以请你转到29章 他为了什么 5%他要抽5%的税 好 那这下情况之下 出了什么问题 他就不是农药了 大家记得 就是一个海关的承办人 他就可以认定 你不是农药就不是农药 之后 他三个证兆都不用请了 他直接大喇喇的 就用非农药的原料 就进来 然后只是为了让你抽 那5%的税 结果 我们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农药 就门户大开 逼的农委会 拜托说 这不行 你这样下去 我的农药的整个 以后都变成全体原料进来 我只要有机会 哪一天 因为这所谓的三大宗教扫黑 听说 是那时候 某个总统府的夹乘屋 下令的 我还要问当事人 到底会不会这回事 追根溯源 而不只何宽人检察官 其实我刚听到 志农教授跟赵委员都说 财政部的解释令 有超过9000多条 让我想起初诗表 我读了 林表涕系不知所言 痛呼流涕 好 赖院长宣誓 今天我们的名单也宣誓了 我要请教专业律师 郭律师 你怎么看 怎么让9000多条的法律 能够松绑或归零 能够定于一 来请介绍 其实这些韩式 它是为了补充法律的不足 当然那个韩式 因为是属于行政规则的一部分 所以它当然不能抵触法律的效力 所以如果说法律没有授权 说可以对人民 比方说家里侵害 或者是可以不负担 不利益的情形的话 其实不能用韩式来做它的法律依据的 那这部分应该就是赖魁讲的 就是说 预阅法律授权订定 过多管制规范的韩式 应该应急废止 其实我觉得那个院长讲这个 有一点其实是废话 预阅法律授权订定的韩式 本来就是违法的 本来就不应该生效 何需废止 那是因为之前可能我们的行政权 真的是太大了 甚至凌驾于司法权 变成法官太尊重行政机关的这些韩式 以至于造成这种主体客体不分 变成好像这些韩式是有它的存在价值 要现在大刀阔斧才能来变革 其实之前在个案上 法官如果适用到这些韩式 法官本来就有权去审查 这韩式到底有没有预阅母法的授权 到底合不合法 不合法就应该宣告它是无效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其实不会累积这么多韩式 这些都是因为司法机关 我觉得是一种怠惰 他没有谨守自己的奋计 他没有去适用自己的权利 没有去审查这些行政 这些韩式到底有没有合法 才会造成这种结果 昨天我在节目的尾端特别引用 马丁路德在最有名的WARMS 那个会议 那时候查理五世 把所有的完工贵族 所有欧洲的一流的法学家 书役族要找来一起开会 马丁路德针对一个人说 你们教皇跟议会跟诸侯 你们对法律的解释通通矛盾 为什么要听你们的 诉诸真理 诉诸上帝 用现在来说我们诉诸人权 诉诸献法 我们一直在这里 马丁路德可不在这里 今天我特别邀请到 这个曾建宇教授 他不是谈公投 他是税灾户 税灾户 大人会说 非消除消贵金 已经够倒霉了 家里起火贵金 国税局趁火打街 有这回事 吴景清教授为了三千元打 打官司后来赔一万块 还在打 那你是税灾户吗 用文吉祥 说实话我不是感觉这件 我有好几件 只是说这件金额 比较大 而且这个 对我来讲 今天是燃眉至极 因为我 不在乞串 我家在房子 所以我必须赶紧处理 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 就是102年的时候 春寒热窍时 一月时 我爸没在睡 在宿舍睡觉 那个 不小心 不慎 就是我那个 厨师机 因为它的制造过程有问题 所以它发生自燃 那半夜 半夜三点钟 它自燃起来 那我们都盖那个羽毛被 因为 春寒的时候非常冷 那 它就烧起来了 当然我们在 我们很快就被惊醒 然后赶紧 这个 尝试灭火 那后来也请 这个 因为我们住在法院的宿舍 请法院的 法警来协助 那也通报这个 警方跟消防 跟消防队 所以很快就扑灭了这个火事 但是呢 天寒雾燥 所以我那个整个房子 就烧掉 那 那 那我里面 最多的话就是这个家具 还有 很多书 很多资料 全部不见了 那我 我的太太 她 带到这个宿舍里面 就是她心爱的这些衣物 首饰什么 当然也都负责一具 那这个 细项是什么 我们 有时候 很难去查 为什么 因为 我不相信 任何 任何人会在家里 会把你自己家里的财产 家具列清单的 我扣你吗 公家财产会列清单 各位 自己的家里财产会列清单吗 所以到时候要计算你的 这个实际损失 实际损害 怎么算 当你无法去 仔细去 依 侵 侵略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跟商品制造人 我们要谈这个 我们的损害赔偿的金额怎么谈 那就是和解 因为有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去 这个 完全的去举证 那就双方谈一个数字 所以当时呢 我们跟商品制造人 我们就在那个 法院 我们来进行和解 那 是法院的院长 许敬国院长 来为我们这个 来主持这个和解的这个事项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这个法院的和解 它效力视同判决 所以它是有这个 事项判决的话 那这个 所以当然我们跟那个 跟那个 这个 这个商品制造人 当然就是 我们 双方都当然达到一个 我们都可以接受 那 的一个程度 所以我们就 赔偿一百万 那 这是一百零二年发生的事情 我在这个 一百零五年 去年 我见到税单了 已经过了 已经过三年了 一百万 就赔偿的一百万 对 他说 我这个漏报 他说我逃漏税 漏报 我都奇怪 我怎么会逃漏税 我们是守法的 怎么会逃漏税呢 我仔细去看 我到底哪里逃漏税 发现什么 他把我这列为所得 我这个是赔偿我的损失 我都问到 问到的回销 都销掉了去 然后呢 我是算一个整数 我具体的 到底收到哪些东西 这个 国税局要我 要我举证 你说你 你损失一百万 那你如果没办法举证的话 那就是你的所得 所以他就 克我这个二十几万 的这个税 再加上 这个自纳的这些罚还 加起来快二十五万 我一时怎么凑得出 那么多钱 而且我也不甘愿 为什么呢 这不是所得 这是基本的法律观念 这是损害 损害赔偿 我没有赚钱 我没有增加我的财产 我没有增加我的利益 它是补偿我的损失 被别赌好而已 所以 但是 但是呢 我就 这个事情 就发生之后 当然我也尝试 这个进行 这个法律上的 我权益上的争取 申请复查 等等 但是呢 这个国税局 他给我的答复 都一再维持原意了 因为他说 如果我不能举证 我哪里 哪里损失 还有 就是说我因为 温道会修处 我增加哪些支出 我如果没有办法列清楚的话 他就认定为 认定为所得 所以我 我好不容易请 那个商品资料人帮我 帮我 因为他有完整的资料 算算呢 他帮我扣掉 算算就说 那 很清楚的 照片为凭的 大概算算75万 还有20几万 没有 实在算不出来 那国税局还要扣 75万还要扣 对 那这样的话他就 照理讲他扣我20几万 因为我70万我可以举证 那他扣20几万 我想说好了 20几万 真的没办法 花钱消灾 连我法律人 面对这种事情 都这么意志消沉 所以就认赔了 想说认赔了 结果最后 给我的确认书 还是100万 所以我这边要讲就是说 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这个 其实最后呢 我已经过了救济期间了 就一个月 当然这边还有一个 我们那个 缴纳的期限 跟处分书 发出来的时间不一样 我们一般老百姓 或者我通常 没有在接触这个税法的话 我一般想就是说 你处分书送出来 我如果要 救济一个月内 30日 那可是 他给我的这文件 上面著名的说 缴纳的这个 罚缓的期限 我看到那个日期 我就误以为 那个就是我的 那个处分书 生效的日期 因为我平常 的确是没有在 注意这些事情 那也 学校也很忙 所以我 事实上我就 的确我在这方面有所疏忽 所以我过了救济期间 教理一看 这个已经死期了 但是还好 我们还有读点书 我找到什么 行政程序法 117条 他怎么规定呢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法律救济的 违法 违法的行政处分 于法定救济期间 经过以后 原处分机关 得依职权 为一步 或 为全部或一步之撤销 其上级机关 亦得为之 也就是说呢 原来行政处分 如果是违法的话 你那个 就算是这个 已经过了这个 你的夙愿 你的救济期间 任何时间 还是可以撤销 我就抓住这一个 我要求什么 我要求国税局 请求他确认 他的原来 裁处违法 无效 那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想应该是乐观的 好 还在观察在打 对 但是我有信心 这个是法律 我们很想知道这个结果 我发觉台湾的税务单位 权力比中古时代的教皇还大 教皇都要畏惧这个 悠惨畏激 对不对 不敢再卖赦罪券 那国税局说多少又多少 我看我们最后指导学王尔德 爱尔兰大文化第一次到美国参访 他当然带一大堆行李 他还不知道怎么被嗑碎 海关说你什么要申报 没有 他说除了我的天才以外 没什么好申报的 你知道我这样子 好 杰力了 杰力了 好 刚刚谈一个实际案例非常好 让我们知道说 国税局包天包害 还有行政法院的专务 税务法官也是国税局 等于是坐自动车就自动 输送袋就过去了 两边互通 然后行政法院要拜国税局为师 我还知道这几本书 大家一定要拜读 我都拜读了 税间华定主义 为权力奋斗的纳税者 纳税者全力保护 你看我主持节目 才两个月 黄建议教授 两个月写这三本书 当然我不要忘了 这个打破记录的教科书 畅销书五版的陈志龙教授 我发觉到 集团化公司治理 财经犯罪亦防 我发觉政府就集团化在犯罪 把这本书简称成这样子 郑老师 你教法律 教刑法 明华教税法一辈子 后面三位所说 能不能做一个小小的 观察跟评论 老师 这个是非常重要 其实台湾处于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阶段 我们虽然是在2017年 可是我们其实在税法 或者是在金融 或者在司法 有可能我们还是处于 中古欧洲的时代 就是我们还是中古欧洲 你不是说纳粹吗 现在回到中国欧洲了 更严重 他们是一贯一道支 他们都是提前 然后没有人钱 我们就回到黑暗时代 黑暗时代 对 都推出到中古了 在1517年 那个是神圣罗马帝国 然后我们知道 1532年 是有一个卡洛琳娜时代 那就是在把女巫 治罪 是烧女巫的 所以那个是黑暗时代 黑暗时代是非常恐怖的 因为你说了什么就算 根本没有法力 然后后面才有所谓的 启门时代 Age of Enlightenment 或者Age of Reason 就是理性时代 理性时代就是要讲究政绩 讲究人钱 讲求献华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 讲求潜力分力 可是我们的税金机关 我们的金融机关 我们的司法机关 好像都没照这样做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个来讲 我们的这个税华 它竟然受到一个Mephisto 所在支配 所以人民司法 宪华 平等都被践踏 然后我们的法官都认为 以这个国税体为师 那错了 你应该以真正的 你的人 良心 法力为师 你怎么会变国税级为师 你应该以宪法为师 所以他们以写税法 竟然跟解释令函 这个就错了 写税法 怎么会写解释令函呢 那解释令函 其实它是个案的 跟法力是一个通案的都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值的问题 解释令函的值不是宪法 也不是法力 它是个案 而且是人做出来 而且他应该要回避 他都做出来以后 出来以后 你的司法竟然也没有独立去判断 司法以这个为尊 把这个当作法力 把这个当作献法 超献法 所以我们台湾的司法 真的也都是被这些人 中古世纪被Mephisto所琢磨 那你还有一个点 你看 他会一直过度的操征 这操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应该知道整个真一点 我们要进入到理性时代 要进入跟人权靠拢 我们知道 税法还是要有人权 有献法 我们是人民 华制国家 我们回到理性时代 摆脱黑暗时代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 马丁路德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我们要人权 要真的东西 不要假的 每次陈志龙教授说 台湾的司法 税法是在纳税 今天退发到中古时代 下一次可能会回到 新时期时代 旧时期时代 不要到时用野蛮的 丢石头方式来对付人民 回到黄俊杰教授的大树 也许我们不要谈到 太抽象的天赋人权 赋税人权 我们就回归献法依据 税捐献法制度之形成 本期下一次就好了 我希望的税捐单位 司法单位 检查单位 应该从这边来 着手 不是吗 天赋委员你接触到很多 受税在乎的陈情 能不能把 我们不针对个案 把你所接到的信息 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报告 圣经里面那个税吏 官吏的税吏 杀该 他不仅是罪人 而且是深受犹太人讨厌的人 因为他自己是犹太人 但是他又替罗马人 然后用非常苛刻的方式 去苛刻他自己的同胞 所以那个时候 耶稣当然去救赎了税吏 当然这是一个爱的故事 这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的税吏 有没有也令人讨厌呢 我觉得我当立委两届 到现在是六个年头 这六个年头里面 我后来发现 服务案件零零种种 但是我几乎可以 设一个部门 专门处理税务案件 因为太多人 其实都是因为税务案件 跑来找立法委员曾经 他曾经只要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平等的对话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站在一个 平等的部分 然后跟这个税务机关对话 这个都很难争取得到 我在讲几个 比较抽象的例子 如果不要点名的话 我们常常遇到的就是说 一个税单莫名其妙寄过来 然后就请你来说明 然后告诉你 多久不来说明的话 你可能就会怎么样遭殃 他就很紧张 很紧张 然后去了以后 他也不明就里 他没有办法了解全貌 他就好像一个审讯官一样 然后就开始呢 就开始要你提供什么资料 提供什么资料 提供什么资料 然后他们惶惶不安 因为他们想说 我到底是这一件 还是其他的什么部分 我会不会有 没完没了的 后续的问题 我会不会被秋后算账 然后最后呢 完全处于不平等的状况之下 他最后就会说 那要不然你要认多少钱 就有点变成是说 整个我本来讲 一千啊 要不然你要多少 五百六百 他变成坐地喊 变化给 变化 那这种感觉 你不觉得 其实是一种很粗鲁 跟粗暴的事情吗 他不专业 他不是一个专业的概念 这跟黑市 到你店面去卖茶 有什么不同呢 白道黑道都做法一样 就是一个兄弟弟 那一个是白道的税单 你知道吗 这是一种是什么概念呢 那往往每次都是要立委出面 然后我们才能够争取到一个平等的说 好 你讲清楚 你到底现在是查什么案 那我们还是公平的 你如果真的逃漏税 你还是得缴 可是问题是说 往往都要这样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全貌是什么 这个是觉得很 让我觉得很遗憾 所以我觉得魔戒在哪里 魔戒就是奖金 刚刚陈教授 你的图档里面有一个叫奖金 我完完全全想不懂 你是公务 部长奖金一千万 是 张胜尔部长说 如果你们纳税长 纳税长人权就不用缴税 我这个逻辑我是拆不住 我们看一下 陈教授那个图 这一只猪公左边 报的那个奖金 就是魔戒 魔戒这部电影你要看到 魔戒就是一个好好人 把魔戒带上去 整个人就利益薰薰了 那我要讲的是说 公务人员你去行使你的权力 集合到底有没有人逃漏税 这不是你的天职吗 这不是你的职责吗 那你就做就对了 那你为什么做了还可以有奖金 这个奖金下去人都变态了 因为他就会变成是说 我到底是为了人民在服务 还是为奖金服务 我是为了国家在服务 还是为了我这个丰厚的奖金 很好听说我两者都是 一定这样回答吧 是好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往往我就曾经有 我就是曾经提爱 可是每次都不会过 我说要把奖金制作废掉 应该废掉 对不对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 天经地义嘛 你做你的职责 为什么要给奖金呢 你有薪水的不是吗 你已经有年终奖金了啊 你其实你照你的这个 值等上去 你年年的资历 你就会有奖金 你还会退休金 你为什么拿那个奖金 怎么可以这样子 那这样奖金情况之下 就变成是说 每一个人他都好像在做贼哦 你知道用偷的 秘密的 专案的 然后怎么样 然后就去整人 然后整到了算他的 整不到算别人的 我是认为 我们立委所提供的服务 其实本来就是应该 税务居然提供的服务 他很仔细地告诉你 我怀疑你 什么状况 请你来 我们在一个很公开 透明的情况之下 你也不要担心 你不要怕 然后来去处理 可是奖金不废除 这东西不可能平等的 我觉得这种情况 我是认为 哪一天能够把奖金除掉 我会认为 大家的心态 就会回到正常的状态 不要说税务奖金 不要说征税 健保几年前都被追出来 对不对 大家共同痛苦经验 健保也是 我们争取的是 为全力奋斗的纳税者 我们每周三 我周一叫做台光日 周三我有点哭手 说说睡光日 谈睡的问题 我发觉反应最激烈 感受最强 长久担任 行民室的家俊律师 你自己一定经常有这个机会 或法院 或税务单位 你打交道 的经验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税法 尤其是他在 比方说认为有逃漏税 在处罚还的部分 其实跟刑法是很像的 就是说他是给予人们很严厉的一个惩罚 动辄两倍五倍十倍这样 可是刑法因为就是好像刑事被告的人权大家比较重视 所以刑法会发就是衍生出一些 比如说刑法的潜意思想 甚至像之前有通过的刑事 妥诉审判法 都是觉得说刑事被告如果陷在这个刑法的诉讼里面 真的是一个对人权很大的侵害 但是刑法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变一个禁软 变为国王服务的一个机构 所以就好像人权的阳光没办法照到刑法机关里面去 要不然的话 事实上他跟刑法很像 他也应该要刑法的潜意思想 他也应该是要有一个妥诉的 一个采取的一个程序才对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其实是政府需要努力的地方 好 杰宜老师你本身也是法律出身 然后自己也是税灾的经验 这个官司还进行了 利用这个机会 对我们的 事实上是 我要强调 我们是对司法跟金融跟税支 同时做出呼吁的 就有一个法学教授 来 请分享 其实我的个案 我们有相关的 我先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有相关的函事 刚才讲一段对函事 针对这个损害 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 我们是有个函事的 这个函事呢 我也提示给我们国税局 这是他怎么讲 我念给大家听 因为如果同样案例的这个 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用这条 财政部83年6月16号 台财税第831598107号 函呢 他说 诉讼双方当事人 以撤回诉讼为条件 达成和解 由一方受领他方 给予之损害赔偿 该损害赔偿中 属填补在权人所受损害部分 系属损害赔偿性质 可免纳所得税 损害赔偿 可免纳所得税 我现在啊 就是说 这个我是整整是100万 被课税 所以我要罚将近25万 就是说 在这个国税局 我的个案认定当中 他 他不管你是财产损失 还是精神的损失 他通通 通通通负你的税 好 所以明显的是什么 违反了财政部 自己定的 自己对这个 损害赔偿 性质的解释 所以这告诉我们 什么 你就算有函事 他也不一定遵守 就看这个案件 谁办 他怎么样来认定 刚才谈到摩基的问题 非常好 其实他不仅是个人的 这个制度导致这个 税吏个人 他在处理的案件当中 他可能有些观念 或者做法的偏差 包括我们整个救济制度 都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现在 我们申诉半天 我们是正对 面对这个体制 但是呢 原先处理你这个案子 和克的这个 这个税吏呢 他其实和克完之后 你接下来 救济程序 跟他没什么关系的 你是找他的 找他的上级 或数院委员会 或等等 跟这个具体和克的 没关系的 但是怎么样 他和克之后呢 他奖金已经先拿了 所以 你之后的禅宋 行政法院 都跟这个 当初和克的这个人没关 他可以拿奖金了 然后呢 最后你赢了 奖金会脱回来吗 你赢可能是好几年以后了 怎么可能脱回来呢 所以这是整个 制度上的问题 所以我最后讲一个 就是说 这个 我前阵子也去新竹市的 这个国税局 他们请我去演讲 我当然没有讲我个案 但我告诉他们一个东西 就是 在那个莎士比亚 威尼斯商人 你们有谈到说 有两种人 如果你做太过分 你不能上天堂 哪两种人 一个是小气的犹太人 一个是什么 可恶的税吏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 我们的税官 这要念之再之 好 两位伟大的税吏 约是 约一书学生叫马太 写来马太福音 是十二个最伟大的圣者 约是杀该 从来没有人知道 后来还怎么样 大家至少留下 一些经典名言 我服乱克税 我用诗人掏腰掰 四倍奉还 顾税局的税务单位朋友们 你们面对真理 最后请你一分钟 做结论好不好 老师 这个 我们知道我们的税法 是不是 被宠坏的孩子 然后他 以起以求 那刚刚就照个演讲的 真的他是为了 所谓的奖金 这个奖金制度 所以他是讲了一句话 没有人钱 有人钱他就没有半税 这个很奇怪 在启门时代 任何东西都要有人钱 工钱力一定要有人钱 那我知道 这个没有人钱 这个就好像在戒严时期 那个包启皇 金华局长 他办案 其实他就为了奖金 所以他制造很多奇迹怪怪的案 然后也造出很多 产无人道的一些问题 所以因为奖金 不是能够爱心办案 反而是 他昧着良心去办案 所以奖金制度要毁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从黑暗时代 被宠坏的税官 回到正常的税官 一切要经过司法审查 一定要司法审查 一切要有法力人钱 所以一定公正的税制 是人民的希望 所以人民才会活得下来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话 在黑暗时代 我们的人民真的会很苦 所以真的一定要改 尤其税法跟司法 金融都一定要朝向人钱的步骤 潜力分离的步骤来改 谢谢 好 我们当然永远不放弃希望 虽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500周年 昨天过去了 但是他留下一个最大资产 200年后 也是指宗教改革 200年后 有位伟大音乐家 叫做巴哈 他深受马丁路德的启迪跟开发 钱人开发 他走向音乐 那个音乐叫信心 我今天就用巴哈 这位最大音乐之父 他有句话 面对各种改革 就是信心 人民的信心 我用这句话做结论 不管遭遇多么痛心的打击 他都能顺利的克服 而且绝不失去心灵的平衡 他的信心 有时增强了心中的沉痛 可是在这种场合 信心却能帮助他 在任何情况中 帮助他的 就是肉体与精神精能的 强大力量 改革的诉求 来自信心希望爱心 感谢四位 感谢 谢谢